1. 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2397集 张凡现在不能离开这里 他还要等着李庚腔兄妹回来 闲来无事便去了王雄伟的家里 去研究那个气场了 跟王雄伟的父母打了个招呼 张凡便直接去了负一层的气场的周围 张凡先是打入了气场之内一道相簿之气 机场中心如同是之前一样 再次形成了一个漩涡 想要把这气场给研究清楚 就必须得亲身试验一下 张凡将气场中的搬杂的气息吸入体内 而后缓缓地走进了漩涡之内 在张凡进入漩涡的那一刻 他感觉身上的毛孔瞬间张开 大量相簿之气源源不断地灌注入他的体内 在这些相簿之气的不断灌注下 他的道行在迅速地提升着 第二镜第七段 第二镜第八段 仅用了两分钟不到 便提升了两个段位 不过到了第二镜第八段之后 张凡身上毛孔开始缓缓地闭合 境界也不再提升 漩涡缓缓地散去 张凡从气场里面走出来 尝试着调动了一下体内相簿之气 虽然这些个相簿之气是外来的 但是和自身体内的气息却是颇为契合 可以做到如比失职 并且也并不虚浮 这样的契合程度还有不虚浮 是依靠外力提升实力很难做到的 这气场还真的是不一般呢 半小时以后 从气场里面灌注到张凡体内的相簿之气 全都是缓缓地溢散出来 张凡的实力也再次回到了第二镜第六段 无论是实力提升还是实力下降 张凡都没有感到身体有一丝的不适 这让张凡对这个气场变得越发地好奇了 他用了一个小时 对气场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试探 但是却并没有任何的发现 张凡想通过这气场 连通异空间突出宝贝的场景 进行更加深入研究 更想得到一空间里面的宝贝 但是一时半会儿 张凡却找不到那么多作恶多端的悬门众人 供这个气场漩涡来吞噬 张凡不可能像山霄他们几个一样 坑害那些个行得正 坐得端的悬门众人 他又不甘心地研究了一个小时 同时还拿出了那一流 青色的棕毛在气场的周围进行各种的实验 但是依旧没有任何的发现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张凡也只好是离开了 张凡扫兴地回到酒店没多久 手机响了 他拿过来一看 是里坑枪打的 喂 张先生 您那边的事情解决得怎么样了呀 我这边已经处理完了 你那边怎么样 这两天我绕遍了长白山 各个山洞都钻了 也没有找到那个水淇灵冰雕 更加没有找到什么特殊的痕迹 哎 估计那个水淇灵冰雕啊 它也不是什么神物 那个负责人之所以做了这样的梦 可能只是一个巧合 嗯 也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 就在这时 听筒里面传出了一个女声 痛苦地尖笑了 张先生 您稍等啊 我妹妹的 李坑枪一边说着 一边从客厅里 就跑向了他妹妹的卧室 疼 疼 哪疼啊 怎么了 回事 疼疼 拿着手机的张凡 将两人对话 听得是一清二楚 走 去医院 去医院了 李坑枪急忙对妹妹说 而后 又对话筒里面说道 先生 先不说了 我要送我妹妹去医院 挂断电话之后 张凡略索思索 起身收拾起样衣服 便出了门 如果是那些个因子 导致李坑枪妹妹的身体剧烈疼痛 普通的医生也是没办法的 如果急功近离物诊的话 很可能会给李坑枪的妹妹 带来生命危险 张凡得赶紧过去看看 打了个车子直奔高铁站 乘坐高铁 直奔长白山所在市区 下了高铁以后 给李坑枪打了电话 喂 张先生 我已经到春长市了 你们在哪儿 您来了 李坑枪有些惊讶 然后急忙回答 我们在长春市第一院一层 抢救区域 好 我马上过来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张凡一边挥手打车 一边快速说道 刚从长白山那边的县医院过来 这边什么也没有查出来 刚刚进了抢救室 我这边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状况 行 我知道了 大约二十来分钟的时间 张凡便赶到了 长春市第一院一层的抢救区域 很快 张凡便搜寻到了 李坑枪的正在来回踱步 有些胶着等待的身影 还没有出来啊 张先生 您来了呀 还没有出来呢 我刚才问了问 跑出来的护士 他说很可能 要给我妹妹动手术 听到李坑枪这话 张凡眉头紧皱 紧跟着又问 有说要动哪方面的手术吗 我还来不及问 他就马上跑了 就在这时 抢救室的门被推开了 两个护士推着一张床 急急忙忙地朝着外面走过来 后面还跟着两个 穿着白大褂的大夫 张凡和李坑枪两人 急忙迎着上去 大夫 我妹妹她怎么样了 李坑枪急忙询问 张凡则已经把手 按在女孩的脉搏 开始帮女孩把脉了 通过我们的观察 确诊你妹妹的病 应该是植物性神经功能紊乱 不过你放心 不用做手术 服药就行 先在医院住下观察观察吧 我们不住院 拿着药走可以吗 大夫 你愿意走就走 反正病情比较严重 出了事 可别怪在我们头上 李坑枪下意识地 把目光投向张凡 张先生 我妹妹她没事吧 没事 咱们拿一些要离开吧 你大夫看到 张凡为李坑枪妹妹好卖的手 在听到张凡回答李坑枪的话 眉头不由地皱了起来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